中国古艳与所谓 富人居富地 富地富人居 那要讲富人 大概变法界虚空界 极乐世界居民是第一有富的人 难怪他居住的环境是第一 富地 中国人强看风水 变法界虚空界 极乐世界风水最好 最好的风水是怎么形成的 是那个地方最好的居民形成的 人好啊 居室的环境就好啊 记住 经典里面一句重要的话 一切发从心一向上 谁的心想 自己的心想 这一句话是真理啊 那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环境 就知道从哪里改起来 从改变我们的思想 改起 现在我们居住的地球 环境最为恶劣 到处都有灾难 这是在历史上 从来没发生过的 灾难从哪里来的 灾难从人心来的 过去的社会 不能说没有卧人 历史上记载的卧人也不少 但是毕竟是 善人都卧人少啊 社会 享火 风调雨顺 过太明暗了 现在这个世界 过人多 善人 太少 太少 不容易找到我 我们细心看看 再回头反省自己 想一想 照经上所讲的 我们造的这个业 该不该躲地狱 我们这一生 现在人 几乎都犯了杀人的罪过 啊 杀 畜生 那就不必说了 你这一生当中杀了多少 现在杀人 杀青人 我还听说 有一个人 堕胎 三十多次 这还得了吗 这是有意 杀人 杀自己的亲人 如果统计一下 每一天 全世界 都猜多少 多少个 这种杀业 还得了啊 这些灵鬼 不甘心 不情愿啊 照佛经上说 他到这个世界来 跟你有缘 他是抱闷的 你把他杀掉了 结成怨处 他是抱怨的 你把他杀掉 怨恨上再加怨恨 啊 逃债还债 原来是债户关系 现在又变成逃命还命 这还得了吗 所以整个学会 磁场变了 中国人讲乌烟瘴气 乌烟瘴气是什么 都是这些灵鬼的怨气 带来了地球上 许许多多的灾难 业余所谓 不是不报 时辰为道 好像现在时辰快到了 人还不救 还不肯回头 要知道 抱怨这个事情 逃不过的 再有钱 再有事 都逃不过 拥有科学技术 还是逃不过 来吧 打不过 再来吧 坐下 打不过 以后 再来 启